大家好我是Paul 最後到週五 英文一起讀 給你看看這是什麼 這個不是電話廳 它的確看起來在街邊 看起來在街邊似乎是裡面可以去打電話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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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 這個時代更早一點 這可能還沒電話版的時候 其實我也不知道 因為你看到後面有馬車 馬車順便說一下 因為馬車是馬拉的 所以第一個字就是馬 然後它是被馬拉的 所以後面這個字叫做Drone 那這個Drone就是Draw 就是被它拉著這樣子 然後加一個Carriage 馬車就出現了 好沒有要講馬車 我要講的是這東西是什麼呢 好我們看一下這邊讀一下 所以這是在19世紀中期的時候 也就是18幾幾年的時候 So during the mid 19th century Paris faced significant challenges in managing the growing issue of public urination 好所以巴黎面對很嚴重的很重要的 一個挑戰在管理這個越來越龐大的議題 這方面 什麼議題呢 什麼issue呢 就是公共尿尿 公共場合尿尿 公共場合便利這樣子 所以他們面對的significant challenges in managing the growing issue 所以這個正在grow的一個issue 用一個主動的形容詞 形容它 什麼東西呢 public urination 所以這個urinate 這個字 這個動詞就是尿尿 OK urine urine這個字 就是它的名詞 就是尿 你可以想說不是pe嗎 yeah pe這個字 就比較通俗一點的用法 比較正式一點的字 urine 所以urination 是它的名詞 那再講一個字urinal 加一個NAL結尾 這樣子的結尾 常常會是名詞或形容詞 那在這邊是名詞 也就是我們說的那個小便斗 男生用的那一種 urinal 好anyway回來這裡 所以public urination 是個重要的問題 那怎麼處理它呢 to address this to address this the city installed cast iron and masonry public urinals on the curbs of streets 所以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為了address這個問題 這都市呢就安裝了 這兩個字走在一起 cast iron 那什麼是cast iron 這裡找了一下中文呢 翻譯成鑄鐵 鑄鐵 聽得懂齁 你說聽不懂看一下這個中文字 那這種鍋子就叫鑄鐵鍋 很多媽媽應該很愛用 他反正很厲害吧 其實我覺得他很難清洗 然後這種鍋子好像還需要養 用油來養還怎麼樣 麻煩一點 但總之這個叫生鐵鑄鐵之類的 那如果我們用英文的角度去看它 它就是這種化合 用合金 alloy 那它是當然是iron沒有錯 可是它有2到4%的碳 OK 那以及還有一些其他的什麼 像silicon 或者manganese 就鎂或者矽之類的 然後甚至還有sulfur 跟phosphorus在裡面 然後總之混在一起 就變成了一個鑄鐵 所以他們安裝了cast iron 以及masonry masonry就是石頭 所以那種石匠之類的 就這一個字這樣 所以這些public urinal 他就用這個把它做出來 好 石頭跟鑄鐵做出來 放在街邊 所以他們放在curbs of the street curbs這個字 就我們講說路邊這樣子 curb 像北美丟垃圾 放在curb那邊這樣子 好 那下面呢 就是這邊剛剛看到的 這就是public urinal 做得還非常精美 上面有一些雕花什麼幹嘛的 真了不起 好 anyway 那這些呢 urinal就是直接會到 那個地底下的那個污水系統裡面去 so these urinals were designed to drain directly into the underground sewer system providing a convenient and hygienic solution for the city's sanitation needs 所以這些urinal的設計上就是drain這個字就是把排水排掉排乾淨 所以像你家地板上或者是那個甚至是洗手台裡面 或者是澡盆裡面都會有一個排水口 那那個字就是drain ok 所以他們設計來就是drain directly into the underground sewer system 所以這個字sewer er 方言是sewer ok 你可能想說 EW這個指向例如說你讀過few 這不是叫做few嗎 few 那這個不應該念做seew嗎 seewer 不是 他念做sewer 那就這樣子 你就認命吧 那他另外一個名詞seewage ok seewage 就是我們講的污水 好那 粉啊尿啊那些的seewage system 就提供了一個這個很乾淨的一個solution 來讓這個都市呢 就是在sanitation方面也很好 所以這裡有兩個字都是乾淨 sanitation這個字是乾淨沒有錯 那hygene這個字也是乾淨 那你說這有什麼不同嗎 大概就是我們應該把它講成是在一些不同的用法上是蠻固定的 像例如說個人的衛生整潔 我們叫做personal hygiene 不是personal sanitation 那種公共環境的整潔 我們通常不會叫它public hygiene 我們叫它public sanitation 所以是不是hygene比較個人 sanitation比較大眾 你這樣解讀大概我也不會怪你了 因為對我來說感覺好像是這樣沒有錯 好anyway 所以這就能夠解決都市的問題了 so this innovative approach helped alleviate the problem of public urination which was becoming a major concern in urban areas 幫助解決減緩的這個problem 這個public urination的problem 所以減緩這個字alleviate 也算是蠻常看到的一個字 ok 好所以今天大概就這樣 短短的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有趣的歷史圖片 現在當然沒有了 好現在我們到處都有公共廁所了 ok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